这是他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简单介绍之后 我们还有一些东西 要来跟大家介绍 就是他的父亲跟母亲 我个人觉得有没有 大家有算出来 他们家到底有几个小孩吗 爸爸跟妈妈很会生 一共生了12个孩子 而且我觉得爸爸 搞不好是计划生育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那八兄弟的名字 全部跟古时候的这个贤人 八凯会有关系 就是他们的名字里头的字 都会取自于那八个贤人的 其中一个字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然后父亲其实对这个 非常的讲究 那在他的人生当中 其实他的父亲 大概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所以真正影响他做学问的 其实他的另外一个人 就是他的舅舅叫做李长 那他的字叫做公哲 所以我们在看他的诗集当中 他常常会讲说 舅公哲这样子 因为他们就不会直接讲他的名字 他其实他给他的师哥还蛮多的 那所以呢李长是他的舅舅 可是李长也是苏东坡的好朋友 所以其实苏东坡他刚开始知道 黄庭坚不是真的直接就见到面 其实他是从李长那一边 因缘际会读到了黄庭坚的作品 然后他才会形容这个孩子像金金美玉一样 所以他就觉得说 这个孩子以后不可限量 而且后来黄庭坚 一直到三十二岁的时候 他才真的自己写作品 然后给苏世看 那苏世才真的第一次看到 然后也回他心 就讲说你这写的超赞的 等一下我们会有那个句子出来 所以他们其实是很晚才认识 可是其实苏世早就看过他的作品 也听过他这样子 那据说就是黄庭坚 因为他小时候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孩子 那他们家也算是书香世家 所以家里头藏书非常的多 那有一次李长去了他们家 然后就看到那个书架上面的书 好像蛮多的 那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全部看完呢 那黄庭坚就说我都看完了 你可以随便考我 古人都有没有记忆力超强 所以他就问他说 他就随便抽了一本 然后就问他内容这样子 那黄庭坚竟然都能够答得出来 所以他才会称他说 有一日千里之功 我真的看过好几个故事 都会跟那种记忆力有关 比方说李清照跟他老公的生活情趣是 两个人轮流讲一个诗句或典故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 要去书架上把那本书找出来 然后还分到那一页 对这是人家的生活情趣 对 好来 有没有 好所以古人真的很厉害 好那我们要讲一下书东坡其实有一个作品叫李氏三房长书记 其实这个李氏三房讲的就是李长他家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真的是一个朋友 那所以呢另外一个呢 有没有 书氏也认为说书其实很重要的 所以孔子圣人齐学必始于观书 其实书东坡在做学问上面还蛮脚踏实地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是 因为他觉得很多东西你就要不停的练习不停的去读 所以他大概我觉得他在性格上是这样的话他大概也会特别欣赏 相近性格的人好那黄亭坚又因为非常的崇拜书氏 所以书氏给他的意见他都会听 来那接下来呢 当然要讲一下他的有没有爱情生活 他呢其实对一共有三个太太 但是不是正妻啊 正氏、济氏跟妾 有别于他的父亲一共生了12个孩子 他最后只生了一子一女 那他的正氏呢 孙兰熙就是他的正氏跟济氏 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是地方诗人的女儿 所以其实这些女孩子基本上他也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 所以像高游诗人孙爵 孙爵其实在黄亭坚的生命当中也蛮重要的 他有很多的其他的朋友也是透过孙爵去认识的 那可是呢孙兰熙跟他结婚一年多就过世了 所以没有孩子 那济氏的话呢是谢寝初的女儿 那这一个就活得比较久一点 所以后来帮他生了一个女孩子 那最后他的儿子皇相是由石氏这个妾来生的 所以他的就是后代就比较少一点这样子 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这个部分 好的来所以呢有没有 我看到我在那边前两天在翻他的诗集的时候 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哇太赞了 这就是一个有没有原来我要讲他是因为这样子吗 好来是的我也是一个猫奴 但是呢其实这个这个题材其实前面已经有人提过了 但是他的猫师其实没有很多啦 大概就是一两手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起猫就想要人家要一只猫来养 为什么呢夜来鼠被欺猫死 窥帽翻盘脚夜眠 所以他说哎呀因为我之前养的猫过世了 所以晚上那些老鼠就干嘛 哎呀可以出来恨行霸道了对不对 在我的锅碗瓢盆那边轻轻空空的我都睡不着 好闻到黎奴姜树子买鱼穿柳聘贤禅 好来黎奴呢就是古时候对猫的一个称呼 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我们现在讲猫奴呢讲的是人 他以前讲黎奴呢讲的是猫 所以不太一样 那这个姜是有就是要养育的意思 所以他就说呢 哎我听说有那个朋友家的猫快要生孩子了 那我要赶快准备聘礼 卖鱼穿柳 对古时候跟人家要猫 要像下聘一样 你要给他一点礼物的这样子 那甚至有的时候还要立契约 所以他们对这方面还蛮讲究的 对不对没有像我们有没有就是 好像流浪猫带回来就可以 没有他如果是要去跟别人要要猫来养的话 要有一个过程 那闲蚕的话其实也是猫的别名 可是他会指其中一种花色的猫 今天我们的网页上配了柚子的图 对不对 可是其实他呢应该是白底 但是呢他他嘴巴上这里 就是他是白猫 但他嘴巴上这里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图案 因为看起来很像在咬了一个蚕 所以他叫闲蚕 所以古时候的那个猫 不同花色就会有不一样的名字 都很美 比方说那种连续剧里面最常出现的 一定要叫他小雪球之类的 有没有那种一定都是圈白的猫这样子 好来 那所以呢像陈诗道跟陆游 陈诗道也是他的朋友 那一定要给朋友捧捧场 所以说呢 虽古鸡而可喜 但是千岁以下读者如新 他这句话讲的蛮好的 有没有 一千年之后嘛 我们还觉得这首事情很好 对不对 因为完全打中猫颅 像我的心 另外一个陆游呢 陆游是南宋 那老学安笔记里面 他也记得蛮多他们那时候的那个文人的故事 所以他就说呢 哎呀 一样 我就觉得这首事情真的是太妙了 各位朋友应该知道陆游也是一个猫奴来着 超级猫奴 对 其实他比那个我们的黄亭间更猫奴 因为他写的猫诗更多 他还会写说天气很冷啊 我就只想要跟我家的猫赖在家里头之类 他会写出这种诗 对 所以难怪他会觉得这一首写得很好 好 那后来呢 嗯 后来那这个猫带回去了 有没有达到这个猫多老鼠的功用呢 有啊有啊 养得离奴立战功 将军细流有家风 所以呢 猫咪的工作情况怎么样 很好 对不对 那将军细流是这样子的话 这里大概唯一一个比较难的词是细流 细流呢 来自于汉朝时候的一个将军 他叫做周雅夫 汉朝初期的时候一个将军叫周雅夫 那因为他至今非常的严明 那他呢 刚开始是驻扎在细流这个地方 所以后来他底下的兵士们 那个在那边驻扎的就全部叫他细流营 对 所以这里其实就在讲说 哦 这只猫有没有 完全有跟周雅夫一样的 那个底下的兵士一样 做得非常的好 有遗传到这样子 好 所以他说呢 他都没有讨厌 没有觉得给他吃的东西很少 对 因为可能黄金念觉得没有办法给他很多 那个美味的食物 所以他就说 可是呢 但是他还是 把那些老鼠都赶走了 这样子 所以他就说 这是一只好猫 好像有人说过这句话 就是 不管什么黑猫还是白猫 会抓老鼠的 就是好猫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其实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说 他可能还是把猫当成是一个 就是抓老鼠嘛 对不对 好 不过我觉得如果还为他写诗的话 应该某种程度上也是猫奴啦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是其中的一个 谢谢大家